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香甜一点的 其实有糯米粉 煎米粉 配料方面有蒸熟的瑶柱 菜脯 浸软的虾米 腊肠 浸软的冬菇 还有鸡汤 首先把楼白刨皮 然后把刷成筷子的粗幼 然后把鸡汤倒入锅中 把萝卜放进去 加点盐和胡椒粉去调味 好了 大约煮了十分钟 直到萝卜是透明和全熟 淋身就可以了 在等待煮萝卜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材料冬菇切丝 冬菇丁都可以不用浪费的 我们可以留下它 但是煲汤可以放进去煲汤也很好吃的 菜脯切粒 腊肠切片 瑶柱我们可以把它撕并 还有少许葱花或者圆仔碎都可以的 好了 大概十多分钟之后 萝卜就会透明和淋身的了 好了 接着呢 我们把萝卜捞起来 还有放入萝卜水 等萝卜水冷了才可以拌粉 为什么呢 因为当萝卜水很热的时候 撞萝卜粉就像糯米糍一样 就会立刻熟了 就黏成一块一块就拌不到粉浆了 好了 那我们就可以将那些菜脯 冬菇 瑶柱 鸟肠 虾米 配料先放进去 加上少许葱花或者芫茜碎都可以的 那我们可以将糯米粉和糯米粉分次这样逐一点加 还有鸡汤 一直加的时候呢 我们一路将粉浆和配料一路拌均匀 我们尽量都不会一次过 因为每一次的水啊 萝卜的比例都可能有一点不同的 那我们逐一点加的话就稳定很多了 好了 拌到那些萝卜粉浆呢 好像一条线一样 滴下来呢 那就代表我可以了 好了 接着可以煎的了 那我们可以加点油 好了 接着就可以将这个粉浆 烤到锅里煎了 那几大几小就随你自己喜欢了 那我们用一个中暗火 千万不要太大火 不然就很容易焦的了 那煎到两面都金黄香脆 就可以吃了 是不是超简单呢 只要加上碟XO酱或者辣椒酱 香脆松软 真是非常好吃 祝大家新年快乐 健康平安 一山还友 一山糕 萝卜还友 萝卜糕 了 美